加入这个再玩一次的功能 当然最后面 我们就是输出的地方可以让它print out 这个地方加上system 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加上sys 就是让它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输出print line的方式 system 点out 然后再点print 把它print的出去 print的出去之后 这个地方里面 我就显示sys 就是说再玩一次 这地方 again 然后这边的话 问号 是不是要再玩一次 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1 如果它输入1的话 那这地方就是yes 再来 2的话就是no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去做这件事情 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enter之后的话 retry 这地方 如果说我这地方 得到一个 一个值 这个值 就是retry的一个变数 那这个retry的变数 我就宣告一个int 这个retry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 读进来的东西 假设说我这个地方 读进来的东西 我这边有个std in 这个地方我就点 next in 读进来的东西 我就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这边的话呢 读进来之后呢 我怎么判断说 它是不是再玩一次 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个do的回圈 do的回圈 我就直接在上面的地方 加入个do 大瓜 开头 do到哪里呢 到这个地方 我怎么判断说 它是不是要 要继续玩 那这边当然有个while while的回圈 特别注意 我要写在哪里 写在 这边do回圈 然后while它有个头 一定有个尾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就按一个enter 直接加上后瓜弧 后瓜弧的 旁边这个地方 就是我要夾while的位置 while while的条件 我在后面 条件特别注意 就是说 我要再进入 如果说我今天 要再进入 这个回圈的条件 就是retry retry 当retry等于 1的时候 这个地方 自己的 还能结束符号 漏掉 如果说我今天retry 它要等于1的时候 才可以进到里面去 这边就是这个地方 宣告的地方 我直接 不能宣告在这里 宣告在这里 它等于是 这个local 它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宣告在 上面的位置 这个地方 宣告在这里 这个区域 Ctrl-Shift加-SF 它重新再 格式化一下 Ctrl-Shift加-SF 之后 它就重新帮我做一个格式化 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 就 漏 一个接着 一个do 然后呢 坏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今天输入1 它就重新进入 如果我输入2 就是1以外的数字 那就跳开 所以这边的话 我执行 假设我今天 3月份 是春季 Again 这个地方 我如果输入什么呢 这个地方 我如果输入1 它又继续 因为1的话 就符合FIRE的条件 继续 反之的话 就跳开 这个地方 我想你们试试看 刚刚的部分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所教的 这个季节 这个 season 的这个 范例 然后呢 加上输出 是不是再一次 Again 如果输入1的话 那就是再一次 那条件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do 那后面加上file 就可以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